大家好,我今天會做一個生炒糯米飯 糯米有暖米的作用,在天冷季節特別受歡迎 我現在開始做 材料有一媽臘腸和一塊臘肉 我會給熱水浸一浸,去一下油 今天我會炒三杯糯米的份量 將它洗乾淨,然後給水浸5小時以上 浸一下蝦米,大概浸20分鐘 再浸一下江饒柱,大概浸2小時 冬菇洗乾淨,然後浸一浸,浸到軟為止 現在來切一下浸好的材料 浸冬菇蝦米和瑤柱的水不要浸 稍後用來炒飯用 首先將冬菇切絲,然後再切粒粒 蝦米輕輕切幾下,因為不想太大粒 用刀背壓一壓浸淋的瑤柱 再用一隻手撕一撕 蠟腸對半切開,然後再切一粒粒 蠟肉也是切片,然後再切粒 我用一些蔥和芫茄,把芫茄洗乾淨 把芫茄切碎 把芫茄切碎 再切一些蔥花 我這裡有塊薑,把薑切成一片片 再切絲,然後再切一粒粒 切得越細越好 再切些洋蔥頭 洋蔥頭可以增加它的香味 又是切到很細就最好 所有的材料都切好了 有芫茄,蔥,還有薑粒,還有洋蔥頭粒 又有蝦米,瑤柱,臘肉,臘腸 還有冬菇粒,還有糯米 炒糯米飯,我建議大家用熱結鍋 這樣比較容易炒 現在用中火 鍋熱了之後 將臘肉,臘腸粒 放在鍋裡爆香 臘肉,臘腸粒 很容易熟 炒一會兒之後 它會有些油走出來 不要緊,已經熟了 熟了之後,我們用一個碗 裝起它,一會兒再用 我們用完鮮的鍋 不需要加油 就放一些薑粒和蔥頭粒 炒兩下 接著我們放入冬菇粒 還有蝦米粒和瑤柱絲 一起放進去,把它炒香 讓它的香味慢慢炒出來 炒香之後,加一茶匙豉油 味道已經很香 炒出香味之後,我們加入糯米 我的糯米大概浸了六個小時 現在把它翻炒 把所有材料拌勻 一邊炒,一邊會加三四斤水 水就是剛才浸冬菇的水 和瑤柱蝦米的水 這個糯米飯要不斷翻炒 不炒的話,它就很容易焦 所以我整個過程都是用中火去炒 炒幾分鐘之後 再加三四茶匙的水 再翻炒 炒了一會兒,糯米已經開始有黏性 但還未完全熟 所以還要加水再炒 我又加多了三四茶匙 然後再放它再翻炒 炒了十多分鐘之後 我又加多了三四茶匙的水 然後我會蓋著蓋子,焗煮一分鐘 焗煮一分鐘之後 我們又要再翻炒一下它 炒完之後 又要加三四茶匙的水 然後再炒 糯米飯現在很有黏性 但都還未百分之一百熟透 那我就再加多三四茶匙的水 再焗煮它多一分鐘 一分鐘之後 蓋子蓋子 我們就要繼續又要翻炒 那現在這個時候 糯米飯就完全熟透 那這些糯米飯熟透之後 我就加回之前炒好的臘腸臘肉粒 然後把它拌勻 一邊炒一邊拌 我大約都炒了二十分鐘 這時候炒的時候 糯米已經很有黏性 即是完全熟透 那我現在會加入一湯匙的老抽 令到它看起來顏色更加漂亮 最後將芫荽、蔥都加下去 再將它拌勻 拌勻後 一個色香味的生炒糯米飯就完成了 比拔油 一邊炒糯米飯就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